邓小平主持进行的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也越来越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毛泽东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发案风运动。 毛泽东自1971年冬身患重病以后,病情时轻时重。 但是,他始终担负着决定党和国家大势的重任。 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来越少,对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对党和国家大势的设想和主张越来越抽象化。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局势,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 他说,感觉到一股疯,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内心非常矛盾,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又难以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 他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提出建议,要求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园中人,物知有憾,无论未尽。 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斌等人,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揭发和批判当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池群副书记谢静怡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这封信的矛头是对准他的,并认为邓小平偏袒判刘斌。 池群谢静怡根据毛泽东对该信的批示,在清华大学对刘斌进行围攻,并提出要揪后台,锋芒直指邓小平。 伴随着初冬的风雪,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发案风的政治运动,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 11月26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反击右倾发案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 2月,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他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下旬,江青擅自召集17个省市自治区和12个省自治区负责人开会,诬陷邓小平是大汉奸面派。 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批判所谓的三株大毒草,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干。 把所谓的反击右倾发案风推向各个领域。 在批邓反击右倾发案风运动中,四人帮进行了串荡夺权一系列活动。 政治上,他们捏造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公式,试图把一大批过去老同志统统打倒,整垮一批中央和地方负责人。 他们公开说,现在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 在经济上,他们把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污蔑为唯生产利论进行批判,把广大工农群众坚守岗位努力生产,污蔑为替资本主义打基础。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造成全国性的国民经济瘫痪,然后把罪责栽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身上,使他们组阁阴谋反败为胜。 在组织上,他们在进一步打击迫害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同时,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把他们的一批骨干分子拉入党内,塞进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班子。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经过近十年的动乱,干部群众的认识已经同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很大不同。 所谓批邓反击右倾发暗风运动,既违背势力又违背人心,受到人们的广泛的敌制。 从阅读当时印发的公批判的材料中,广大群众反而对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邓小平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 这是四人帮始料不及的。 批邓反击右倾发暗风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稳定局势。 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被访定,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遭受打击。 在整顿中被撤职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新启用。 一些地区派性斗争重新泛滥,停工停产,交通堵塞,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出四人帮破国殃民的面目。 人们心中长期预计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已经如大宗火药堆积,一旦点燃引信就将猛烈的爆炸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有别了。 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伟大的战士。 中国人民失去了敬爱的好总理。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经历。 敬爱的总理呀,您为人民,为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将千秋万代铭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上。 周恩来同志的老战友,夫人邓颖超。 党和国家领导人,怀着最深切的敬爱和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诸得,猪得…… 夜见云 邓小平,宋庆林 李先念陈希莲 华国锋,王震 郭沫若 徐向前 聂荣珍 陈云 谭振林 李景全 张鼎成 蔡畅 乌兰夫 阿佩阿望尽美 周建仁 许德恒 胡绝文 于秋里 周恩来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鞠躬尽瘁 他的事实 引起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林车队 十里众相随 只见灵车去 不见总理归 不见总理归 悲壮的送病场面 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 对于失去这位领导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 对于如何才能摆脱灾难 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无比忧愤的心情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 全国各族人民自动的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 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但是四人帮却以种种借口对悼念活动进行限制和破坏 他们下令不准群众戴黑纱配白花 不准送花圈设灵堂 不准开追悼会 不准写悼念文章 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继续污蔑和攻击周恩来 3月5日 上海文汇报在发表新华社一篇新闻稿时 公然删去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3月25日 在一篇新闻报道中 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 至今不肯改毁的走资派扶上台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 于是一场悼念周恩来 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性的强大抗议运动 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3月29日 南京的学生和工人 首先起来揭露和声讨四人帮操纵上海文汇报 制造的反对周恩来的事件 他们来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 向周恩来敬献花圈 他们高呼口号举行游行示威 从3月下旬开始 北京市的群众自发地集合到天安门广场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敬献花圈花篮 采取各种形式 悼念周总理 通斥四人帮 4月4日 清明节 首都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达到高潮 这一天 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 达200万人次以上 贡献花圈2000多个 其中最大的直径有4米 全部是用金属材料做成的 天安门广场 出现花山人海的壮丽场面 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 极端恐惧和仇恨 他们一方面派出便衣人员 对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 进行监视跟踪 另一方面捏造材料 隐瞒事实真相 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 为他们镇压群众 制造借口 4月4日晚 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 讨论研究连日来天安门前悼念周总理的情况 会议对天安门的情况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认为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反扑 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以反对毛主席 反对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 会议决定当晚清除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 会后 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决定 立即写了书面报告 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4月5日凌晨 出动了5000民兵 3000警察 200辆卡车 洗劫了天安门广场的全部花圈 条幅 诗词和白花 还抓走了57名自愿看守花圈的人 并布置了警戒 不许群众进入天安门广场 4月5日广大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 当他们发现花圈已被收走 看花圈的人已被抓走 异常气愤 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采取了强烈的抗议行动 并和一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了冲突 愤怒的人群将公安部门出动的广播宣传车和汽车烧毁 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 也被烧 当晚六点半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乌德 出面发表广播讲话 声言 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 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九点半 出动了一万名民兵 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数部队 封锁包围了天安门广场 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殴打 并拘捕了二百多人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 在此期间 上海天津太原西安 郑州杭州青岛合肥武汉重庆成都等地 也爆发了悼念周总理 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同样遭到了镇压 四月六日 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 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 并建议北京市委将天安门事件写成材料通告全国 毛远新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 四月七日毛泽东做了批示 一首都 二天安门 三烧打 这三件事兴致变了 根据这个错误的判断 毛泽东决定把天安门事件公开箭报 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并建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当天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 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 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运动 他充分显示了 经过党长期教育的广大党员和群众 高度政治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感 表现了全国人民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和意志 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即发展三次许多小平党内外一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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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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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0日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人 李宗盛 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 1986年 当年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 池浦盛 池浦盛 多少年后 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一件大蠢事自然灾害是人类的灾害 我们每年不也要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吗 二十年过去了 一个崭新的唐山屹立在华北平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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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